同學行總統 也沒關係 很多人不溫意 但是有人像他四個在打探 最好看他就對了 我自己是一個懷疑論者 我對於什麼事情是好的 什麼事情是壞的 其實對於這件事情是 我不覺得可以找到一個 非常明確的答案 接到類似這樣子命題的時候 我對於什麼事情是好的 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 那如果我們不談 那些參與政治的人呢 我想要拍一個 完全跟誰當選都沒有關係的一個故事 他講一個高中女生 他剛剛好在國慶日出生 然後在國慶日這一天 他想要跟他的家人一起過個生日 但是他爸爸剛剛好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那一天他反而去參加了遊行示威 不論那個政治主張是什麼 我比較想要關心的或是關注的都是 因此受傷的人吧 不論你對這件事情 有感或無感 你終究你的生活 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 不論你是藍營或綠營 我都會這麼想 當他們回家的時候 他們依舊是父親母親 兒子女兒 他們都是有人愛的 欸 欸 喔 啊你拍的有夠少人 那剝白色的戲的演戲 當然還是有一些政治意涵在裡面 白色這件事情 在這幾年的政治媒體 互換成為一個政治勢力的 顏色的代表 如果我做的事情是 阿嬤去剝藍色 然後女主角去剝綠色 他就會是一個很明顯的去講 但是 因為在創作的主軸上面 還是不希望把這件事情 太明顯的去做對話 最後的Ending the Cut的時候 他的主要設計就是藍色綠色 白色 對於我而言 我想要 讓大家多去思考 關於愛的那個部分 你特別提及的事情 這幾年台灣對於同志議題 還有公投 跟法案的關注 其實是讓他們感到非常非常焦慮的 他們其實是會擔心 明年的總統大選之後 這件事情是不是會做變動 我本身不是同性戀 但我希望在影像上面 或多或少去展現這件事情 可以讓大家 對這件事情 有更多的理解或關注 我會想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